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风起洛阳还未开播 王一博又接新戏 对手却是校战搭档 王一博自从出演了陈情岭之后 人气一直飙升不详 而随后的有匪 冰玉火更是让一众粉丝见证了其高战的演技 娱乐圈近期很少有王一博的消息 作为娱乐圈顶流男星 网友们对他的关注自然不少在数 有不少粉丝私信于义 询问有没有王一博的消息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王一博最近除了身家百缺 0910周年台庆活动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剧组参加拍摄 专注作品 所以少有资讯 不过随着大众对于王一博演技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剧组开始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其中就包括刚刚官宣的维和防暴队 维和防暴队其实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官宣了 但那时候的男主是张某汉 后来张某汉由于某些原因 没能参加剧组的拍摄 所以剧方便邀请王一博出演男主 而王一博本人也同意了 有意思的是 和王一博同时出演维和防暴队 男主角的还有黄景瑜 在新戏中 两人既是彼此的对手 又是兄弟 黄景瑜刚刚和校战搭档拍摄王牌部队 现在又马上来和王一博搭戏 看来他的团队资源也相当不错 陈情领双男主的热度都要被蹭个遍 就看他能不能成为下一个王一博或者下一个校战 王一博刚拍摄完冰浴火 风起洛阳 现在又官宣了一部新剧维和防暴队 这样看来 估计他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法出现在观众面前了 不过 作为一博粉丝 我们当然是选择支持他啦 作品越多越能证明自己 这样才好 不过 我们在Q4的时候就可以在影评上再次看到他了 因为风起洛阳已经定当了 而这部剧 王一博也是出演男主角 搭档黄轩 宋倩 宋毅等高流量艺人 估计又是热剧无疑了 风起洛阳讲述了一群出身不同阶层的市井之民 为了调查国都悬案而聚在一起探索烧脑 把酒言欢的故事 这部剧是由马博庸主导的 而他也正是高质量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古董局中局的作者 由此看来 风起洛阳也有很大的概率是一部高质量作品 只要王一博表现稍微出色一些 那上星自然不在话下 而这部剧也将成为他的标榜 王一博未来可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